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由若保善師傅跟我們聊天 師傅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題目是怎樣說 我覺得一定要問師傅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和擔心 是否農曆七月盂蘭節的時候 詛事不宜是否這樣 是否不可以搬屋不可以裝修 不可以駕駛什麼都不能做 這是民間習俗 民間習俗是農曆七月鬼節 要燒戒衣 要搞很多事 不可以結婚不可以搬屋 不可以動土 什麼都不能做 諸事不宜 因為如果你搬屋這麼大件事 你可能住進去最少一年半載 長則十年八載 你如果有什麼事 在這個月在街上撞了一些不知什麼 這樣就帶一些很壞的氣進去 那怎麼辦 這個農曆七月 他的氣真的會比較重 有些人說 可能太熱 因為特別熱 那就低氣壓 是暑氣 對 暑氣 不是真的比較重 但有些事情真的不到你不相信 農曆七月 是真的特別多意外 舉例 游泳 那些小朋友 經常被水掘進去 聽說也是 對 通常農曆七月就是八月 八月 暑假 我非常不想發生 但很多時候 西貢游泳好的時候 八月 偶然出事 之前我看過的新聞 應該是兩年前 是看著那個人被人壓下水 但周邊是沒有東西 是很明顯的 在香港發生 那怎麼辦 是不是我們八月 農曆七月 真的什麼都不能做 因為 渡氣太差 這是大家共同念力所形成的 在佛教來說 七月叫做吉祥月 吉祥月 吉祥 我不理解 我表示完全不理解 為何佛教會定為七月是吉祥月呢 因為佛教的四月 即是在印度 四月開始進入 佛彈 不是 不是嗎 因為四月開始進入夏天 夏天萬物生長 四為蟲蟻小動物 開始繁殖 下一代 然後 他們那些佛教徒很多 四為要黑食 怕他們會踩死蟻 哦 對 不要搞那麼多 不如用三個月的時間 將其餘的九個月所聽回來的智慧 好好整理歸辣 以及思考一下 即是怎樣 閉關 閉關 對 閉關三個月 四月份開始閉關 七月是不是圓滿 哦 好了 四月十五號那一日入關 四月十五號那一日出關 出關那一日 出關又四月十五號 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那日出關 剛剛好過七月十四 那好像好一點 實際上 其實七月十四就是中國習俗 其實在道教和佛教都是七月十五 道教就叫做中元節 是 因為它有分上元、中元和下元 上元就是正月十五 是 然後中元就是七月十五 是 那這個 我先說佛教 因為首先我們要釐清 為何整個七月的人會認為是鬼節 對 即是我要整個脈絡釐清 從佛教、道教去釐清整個關係 嗯 嗯 好了 這個七月十五那一日 那一日就是這個 那些出家人就出關了 嗯 就將 那三個月就沒有什麼 沒有黑食的嘛 沒有得吃 沒有得吃 又不是沒有得吃的 只不過是吃些乾糧 是 就不是說這麼好 吃得 是 那些衣服就用完了、舊、殘破了 嗯 就在七月十五那一日就會有一個叫做余蘭盆梅 哦 即是它們都是叫余蘭的 互蘭盆 互蘭 那這個余蘭呢 是繁文來的 哦 就不是中文來的 不是中文來的 是的 余蘭是陰液來的 是 陰液 就好像士多一樣 那以前關不關 會在這些日子就要 祭一下街邊的遊魂野鬼 這個就要開始說了 那背後有個故事叫做木連舊母 有沒有聽過 這些就好像 今後都會聽到 這個木連舊母就是木建年尊者 是 他成了道 成了道之後 他就要想要報母恩 是 那他就 以前就說未成道 今天我成道 我都要去幫一下我媽媽的 嗯 那就看看我媽媽去哪裡 那就打坐入定了 咦 見到他媽媽去了餓鬼 哇 餓鬼就吃就吃不到 喝就喝不到 是 那就很慘 給他吃就變火 對 給他吃就變炭 給他喝點湯 因為他喉嚨很多生瘡 而且他喉嚨太幼 痛到他媽媽不得了 在地上點來點去 嗯 那木建年尊者 沒辦法了 回來找佛陀 嗯 佛陀就說在7月15日這一天 是 所有出家人 是否用了三個月用功 是 那可能這三個月呢 就有凡夫呢 通過修行就變成聖人 嗯 你不知道的嘛 因為這麼多人 是不是 那個蓋羅 可能有個無端端中的 是的 可能有個無端端中的 好 好像泰國 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泰國共爭呢 沒有啊 但我只見過 香港那些時候會有什麼呢 一碗浸了水的飯 豆腐 拿菜 那些濕滴滴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這是給鬼吃的 難怪 人們說鬼沒牙 所以就要煤 哈哈 實際上是那些東西便宜 OK 好了 接著呢 他就拿一個器皿 盛住 袋子 衣藥 飲食 好了 就去供養給出家人 嗯 就希望出家人就念經了 那他們呢 就會拿了些食物之後 他就說 所謂布施者必得其利益 若為樂故事後必得安樂 他就會念手機 然後就把這個功德 就回向給牧健年的媽媽 那他媽媽在那一剎那 馬上升天 哦 馬上升天 就變成天女散花了 哦 散花下來供養尊者 哦 這個就叫做牧年舊母的故事 亦都是 7月15餘蘭盆匯的起源 但是那是怎樣 其實是好東西 又怕搬屋 但是又怕搬屋 怕還是不怕 因為呢 來到中國的時候 中國就有道教 道教叫做中原 它就是卸聚 哦 中原 都是好東西 對 沒錯 它有一個卸聚 它就是 有兩種 有一種叫正統道教 一種就是民間道教 正統道教 它就沒有什麼鬼節不鬼節 它是中原節 中原節呢 就是因為 那些鬼是否有罪 就好像跟牧見年媽媽一樣 是否有罪 沒有罪就不用做鬼 對 就解救他們的苦難 特別在這一天的日節解救他們的苦難 等他們生天 好了 來到中國民間信仰 就是鬼門關大開 等他們回來羊間見親人 或者到處遊玩野鬼 因為它一年 整年都沒得吃 就只有7月14日有得吃 這個是民間的說法 那怎麼說 你剛才說 是我們所有人的念力造成 沒錯 連剛剛死的人都相信 我只有7月14日可以有得吃 對 沒錯 其實眾人的 這個叫做地藏經 叫做葉緣 葉力的葉 緣分的緣 不是那些葉障重的葉緣 不是 就是葉力 豆好 緣 有葉力的牽引 再加上有緣 結合 就形成了我們香港 或者我們廣東人地區 或者中國 其實叫做韓食節 其實另外有兩種說法 一種韓食節是在清明 一種韓食節是在7月14日 7月14日 韓食節是在清明 是 這個說韓食節是那兩個忠神 是 餓死守陽山 是 我們現在說是愚蘭 對 我們先說愚蘭 這個 眾人的念力 其實他就會感召了一些靈界 哦 如果你有一個 即他們都相信 對 如果你是正念正信的話 你不怕這件事 是 你呢 就可以搬屋 但是 但是 因為都是有靈界存在 在客觀現實裏面 是 你不怕而已 不代表沒有 對 有時候有些空窄 你不是說是基督徒之選 不信就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的 你不是 你信他就加強些 你不信他一樣有影響 舉例 是 你家門口 一米不夠 有個電塔 是 你信呢 有個醫學報告說 這個電塔 就會影響人生癌症 是 那你信 就更加厲害 你不信 他一樣會影響你的 不會因為你不信 這個電塔 就不會影響你的 那怎樣呢 好啦 我現在就要教了 是 那你搬完屋之後 嗯 要用柳油葉 那些水 抹那間屋 即是七月做的時候 都要做這件事 沒錯 再加上 那些柳油葉 就打 那些紙箱 因為你搬屋 哦 即是裡面有些雜物 對 你搬了 那就用一條紅繩 就紮住那個三性葉 是 就是柳油 扁柄 黃皮葉 沒錯 就是三性葉 去花圃也可以買的 是 這樣就紮住它 紮住它之後 就打 打那些紙皮箱 是 那些三褲 打 打它們 即是如果剛好搬屋的時候 真的那輛貨車在街上 不知派了什麼回來 這樣打完之後呢 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人家燒街衣呢 噢 那些灰黏了 那些灰很邪 是 小時候媽媽教千萬千萬不要踩到灰 然後貼了一張溪錢回家 那些 或者灰都不准踩到 小時候媽媽教 對 灰都不准踩到 是不是真的 是有影響的 有影響的 但是這個背後就涉及好心 就不是我們這15分鐘可以講得完 對 只不過我們就講個結果給大家聽 嗯 結果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迫於無奈 迫不得已 在七月 農曆七月要搬屋 結婚這件事有得選的 不要搞農曆七月結婚 對 如果不是真的要找那些三四月拍一下 拍婚紗 如果你是佛教徒 如果你是佛教徒就無所謂 因為佛教徒就視之為這個月是吉祥月 是 你因為那個信念 和佛教徒有互發神 即是有些互發 即是好像基督教所說的天使 去保護著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大家正常的話 又深信這個月是鬼月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了 但因為有時搬屋真的說不算 最重要這個月結婚 結婚又便宜 但結婚真的是一輩子 你租屋的話 你都是說三幾個月 最多三幾年而已 沒有所謂 買屋呢 買樓又怎樣 買樓呢 因為有時我們買樓買的時候 跟真的入住是不同的 例如現在的樓花期二十個月 我農曆七月買樓 但兩年後的可能是四月才入貨 那怎麼辦 這個就無所謂 即是無所謂 譬如你那間屋七月裝修好 就不要進去住 就等到過了七月才進去住 七月開始裝修都不好了 有些已經六月已經在裝修中 你明白嗎 那七月裝修都不太建議 是 都不太建議 因為動肚都不太建議 真的不要動到靈界 有時特別挑剔的 所以 別人就說七月十四鬼門關大開 嗯 其實有些另外一種說法 七月一號 即是農曆七月一 鬼門關已經大開了 聽說七月一號開到十四號 十四號就關門 其實不是的 是七月三十一號才關門 是嗎 對 那天就是地藏菩薩丹 哦 地藏菩薩 文間信仰 都是要說定 地藏菩薩丹 最後一天 地藏菩薩就把所有 還在陽間的全部帶回去 但是你說文間信仰 即是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都要說出來 總之你去到七月三十一這一日 你就會覺得輕了 哦 整個氣場就輕鬆了 很神奇 很神奇 我覺得應該是中國人地方才會有 哦 那是因為大家一起信 是啊 那大家就拿了貼士 盡可能七月就不要做什麼特別事 但是七月呢 其實也不是那麼邪惡的事 其實是吉祥月來的 那大家正念正順